嗨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殘廢公園的樹杖 農地 丘陵的 中背佛饒跟 紅尾佛饒 他們的體型相似 而且遠看 顏色也差不多 所以僅僅5分鐘時間來跟大家介紹 中背佛饒跟紅尾佛饒的差異 欸 那你很好奇 那有了中背佛饒跟紅尾佛饒後 那有中背佛饒跟紅背佛饒嗎 欸 其實是有紅背佛饒的喔 是它出現在歐洲西部跟非洲 所以在台灣是看不到的喔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跟大家介紹 中背佛饒跟紅尾佛饒吧 中背佛饒是台灣的鳥 四季可見 所以常常在第二條的公園看到牠們 但是紅尾佛是不一樣的喔 紅尾佛饒是台灣的冬后鳥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 台灣飛來台灣渡冬 所以不常在春天還有夏天看到牠們 好 接下來再跟大家介紹的是 他們的學名 中背佛饒的學名是 The New Sharket 而英文的學名是 Don't Tell Stride 那意思就是有長尾巴的佛饒鳥 而紅尾佛饒的學名是 The New Quit Tattoo 而俗名是 Brown Stride 是指咖啡色的佛饒鳥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牠們全名的第二次都是一樣的 都是佛饒所拉流 但是牠們的總角名就完全不一樣的喔 中背佛饒的總角名是Sharket 而紅尾佛饒的總角名是Crystaltois 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在我們來比對中背佛饒跟紅尾佛饒的照片 我們可以發現 中背佛饒的大小的比較大一點 但是遠看的時候呢 就看不太清楚牠們的大小了 所以接下來這個大小是要如何分辨 中背佛饒跟紅尾佛饒的差異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第一個願意跟大家介紹 最明顯的差異 翅膀 中背佛饒的翅膀有四種顏色 由四種到下的順序是 灰色 橘色 黑色 但是紅尾佛饒的最後一種顏色 就是咖啡色 第一個是牠們頭頂和頭後的顏色 中背佛饒的顏色是灰色 而紅尾佛饒的顏色是咖啡色 加上是尾巴的長度 中背佛饒的長度比紅尾佛饒還要長 這一個呢 我們可以看到黑色個人性的大小來判斷 當然就是中背佛饒 而比較小的就是紅尾佛饒 OK 那大家分辨他們的差異了嗎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今天講的所有的差異 在分辨中背佛饒還有紅尾佛饒的時候呢 可以透過他的顏盤顏色來判斷 中背佛饒的顏色是灰色 橘色跟黑色 但是紅尾佛饒只有一種顏色 咖啡色 第二個呢是頭部顏色 中背佛的頭部顏色是灰色 而紅尾佛饒的顏色是咖啡色 而第三個呢是尾巴的長度 中背佛的尾巴的長度比較長 而紅尾佛饒的尾巴長度比較短 而最後一個呢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黑色部顏色的大型來判斷 中背佛饒比較大 而紅尾佛饒比較小 OK 各位 那現在大家分辨中背佛饒還有紅尾佛饒嗎 那如果我都學會的話 那其實在冬天的時候是記得去觀察一下他們的差異 其實大家 當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還有小鈴鐺喔 如果你身邊的人知道什麼是中背佛饒還有紅尾佛饒的話 那記得分享出去聊天 那我們知道我們記得在這裡囉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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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角度 掰掰 錄底